我們逐項逐項講,或者按他剛才的次序講 各位傳媒朋友,今天行政長官和兩位局長在記者招待會 講了夏正文法官領導獨立調查委員會 對中期報告,即是涉及沙中線、紅磡站的連續場和越財層板的調查 夏正文法官的獨立調查委員會,這方面的裁決是非常清晰的 第一,部份工程沒有按規定施工 第二,相關工程達到安全水平 換句話說,這個紅磡站的連續場和越財層板 並沒有需要重建或者加固這樣的需要 我亦都看到政府對這方面的跟進行動 亦都是非常慎重的 今天,陳凡局長說了 他們會長期,這方面的工程的建設 是做這個結構的監察計劃 即是說,這個月台日後他們會有一段時間 都是繼續看他們在負載的情況之下 的數據是怎樣 我作為工程界的立法會議員 就覺得這個取代是正確的 也是慎重的 就夏正文法官的最重要的裁決 我亦都相信,是能夠令到公眾 對於紅磡站這個月台是否安全的顧慮 是可以釋除 第二部份,關於三稅分流 我們這三條國開隧道的擠塞問題 的確是老大難的問題 在這個三稅分流方案 經文聯其實都強調 我們聽到 街洗人士對這個方案是不滿意的地方 另一方面 亦都聽到不少業界的朋友 包括巴士 的士 他們的意見 是贊成這個分流方案 我們亦都向運防局 強調 其實他應該是爭取時間空間 解說 對這些公共 公共交通工具過海 帶來的 激實的輸減 以及對使用這些公共交通工具 市民是帶來的好處 同時我亦都建議 就是說 在西稅收回之後 將來更加長遠的策略性交通安排 令到大家覺得日後有更大的改善空間 其實這些解說是重要的 不過今天政府也很清楚說 由於他們得不到足夠的支持票數 估計在立法會沒有足夠的支持票數 都會再一次撤回這個方案 經文聯 雖然是尊重政府 基於這個政治形勢的決定 但也覺得 對於這個方案之前 對於公共交通工具的 帶來的一些被益 其實政府是解說得不夠的 至於今天 本日政府說的第三個大家非常關注的問題 就是現在說這個移交罪犯條例 經文聯是理解政府在填補制度上的缺陷 以及處理一個在台灣發生的殺人事件 需要彰顯公義 這兩方面的出發點 在這段時間 經文聯 其實跟保安局是有多次的溝通 我們是廣泛去聽取社會各界 工商專業界別等的意見 亦都如實地向保安局反映了這些意見 所以對於今天保安局長所說的 就這個修訂的草案 所作的調整 減除了有九類別的罪行 經文聯是覺得這個調整 都是務實的 其他問題我想請我們兩位同事 再補充先 OK 其實今次政府接立了經文聯的一些意見 亦都當機立斷 剔除了一些範圍太闊 和可能是有一些項目不太清晰的條文 對於這一點我們是歡迎的 今次政府的決定 亦都適宜了商界和大眾市民的一些憂慮 至於現在剩下的三十七項項目 我們覺得有部份政府仍然需要繼續出來解釋 因為有些範圍仍然很闊 亦都不太清晰 我舉一個例子 就好像第十五條 有關信託的部份 我希望稍後政府可以就著信託這個問題 可以多些解釋 當然有很多其他項目 政府 我亦都相信他們 在委員會階段時都會出來說 有很多人說 是不是聽了我們的意見 就是側向商界那邊 不是的 其實我們提出的意見 很多都是跟市民息息相關的 我舉幾個例子 好像第十一條 就與公司有關的法律所定的罪行 其實不只是老闆的 行政人員 董事等等 都是包括在內的 亦都很可能會中招的 又好像第十二條 有關證券及期貨交易的罪行 不是說只是賣的方 普通市民 任何一個都可以去證券行 買一些證券 這些亦都是牽涉在內的 又例如 好像第21條 環保污染 公眾衛生等 大家都知道 這個每個人都會接觸得到 大家都關注一點 就是有關電腦 其實你們現在個個 都是手拿著一個電腦 手提電話盒 都是電腦的一種 怎麼會說這個 只是商界關注的項目 其實市民大家都是關注的 在這個時代 電腦都是每一個市民不可缺少的項目 我們更希望政府可以在立法之前 再多一些研究 再多一些意見 希望那個立法之後 或修改之後 令到更加完善 令到大家更清晰 美芬 好 我就著逃犯移交修訂的建議 我覺得這是政府從善如流的做法 其實在兩地逃犯移交問題上 過去也談了超過21年 在我們的法律層面 一直都覺得香港是不應該成為一個逃犯的天堂 但是在處理這些逃犯移交的情況 當然大家都理解到兩地的法律制度 可能取政和各方面的確是有差異的 我們亦都有不斷去聽取各界的意見 我們無論在香港和香港政府 又或者在內地牽涉到執法的部門 其實都有反映到大家的意見都是誠心誠意 希望兩地的市民、兩地的人 是不會因為一些嚴重的罪行而受損害 令到有些人就是有機可同 特別去到澳門或者去到內地 如果犯了一些很嚴重的罪行 仍然可以回到香港 正正就是這次這件案件的觸發點 在我們經過一段時間的一種大家溝通 除了在範圍上 其實那個金額上他現在是接受了大家的意見 是定在三年或以上的有期徒刑的罪行 我認為是相當合理的 因為大家一直都認為 恐怕有些罪行在內地判得很重 在香港可能也不會判得那麼重的 這方面其實已經一定程度上 令到一些我們說 有可能一些比較鎖屑的罪行被引用為逃犯移交 大家憂慮的 現在三年以上的刑事罪行 其實都是畫了一個比較合理的界線的 第二其實你看到在香港來說 如果是一些屬於民事責任的案件 應該很清楚在雙重犯罪的原則 是不會可以逃犯移交的途徑 剛剛局長也再三重申了這件事 至於今次剔除的那九項的罪行 其實我自己本人認為完全不是向商界傾斜 事實上我們在專業界討論的時候 都有提及過有一些可能真的在所謂刑事罪行上 內地相對來說它是嚴格些 包括一些用專業界的行為會是刑事罪行 這次其實它基本上我覺得都是聆聽了各界的意見 就不只是一個界別的意見 而大家都在說如果是三年或以上的有期途刑 相對來說如果是一些不小心 或者它本身只是一個不是它本身是行為人 其實在法律上已經極有可能在這條界線處理到 此外我自己也有反映到希望如果內地它要啟動 要求內地逃回來香港的一個逃犯,如果那個罪行已經符合了 如果真是雙重犯罪原則,即香港都是三年以上的有期途刑和刑事罪行 而第二在所謂政治罪行,在我們自己的逃犯條例 其實亦都不會移交的 第三就是有機會判處死刑的罪行 我們亦都會有一個共識,就是香港會要求移交之後不會判死刑 這些其實都是符合國際不同司法管轄區逃犯移交的標準 我們希望啟動的機構是要中央,不要在地方某一個政府可以提出 因為這樣恐怕比較容易被錯誤使用這個機制 而中央我們相信它一定會更加重視香港各界和一國兩制的前提下才會啟動 所以我們希望中央有一個部門統一,無論案件發生在中國哪個地方 最後都要經過中央,至於是否最高人民法院又或者他們是專門負責逃犯的部門 都希望要經過中央自己嚴格的程序,在這方面透明度會增加 我覺得這次其實政府是從善如流的,我覺得基本上在現時修正了 接立了各界的意見之後,現時的方案我們都希望在社會上比較容易理解 當然剛才我們兩位主席和副主席說的就是在社會各界 因為它只是說了罪行的名字,我相信這件事真的不省得工夫 其實他們之後是會說得很具體的,我希望這種解說的工作 都是不可以缺少,在公眾裏面可以解釋清楚些些 在這裏我都覺得政府這方面我是能夠接納的他們這次的修訂 我補充一點,經文言多番強調,因為今次政府這個修訂 包括這個移交逃犯和刑事事宜的商會協作條例的修訂 想達到一個目的,就說在目前和香港是沒有相關的長期協議的 其他的司法管轄區,就可以利用這個機制 以同一標準處理單一的個案 實際上牽涉到的,就是範圍很闊的了 因為目前和香港有簽署長期協議的 是二十個司法管轄區 即是說,不包括在現在的協議其實很多 所以雖然在社會上的討論,有不少都是用台灣的案例 和內地的一些案例,或者一些處境 可能也因為香港人,無論在經濟和民生上 和內地交往相當頻繁 不過,條例的修訂,涉及的 其實真的不是單是香港與內地,或者香港與台灣 因此,經文聯是認為,廣告局 就這方面要更加慎重其事 所以正如剛才我的同事都說 現在還在剔除了九項之後,其他的條例 裡面就這樣聽我的名字,可能很含糊 所以經文聯會繼續和民生局溝鬆 亦都是繼續聽取社會各界的意見 如實反映 政府是應該大家關心的修訂 是有更加明確和清晰的解說 好,謝謝 是 What you have to say to people who don't believe this conclusion and who think that oh, the commission may have been misled and the station .. and the extradition arrangement for I mean, Ms. Wang or Ms. Wang, how can you convince the public that these changes aren't really biased towards the business sector and is this a good enough middle ground? The COI has, I would say, a very good reputation in front of the public because both members had carried out similar duties in some of the investigations before I think we definitely would encourage people to look at the details of the judgement and there are a lot of important facts they have identified that can support the judgement of the COI and I would say I would not encourage people to just make their own judgement without going through these details and I also think the public would continue to have trust on these COI I want to use the English version I want to use the English version Jeff, do you want to use the English version? I know he wants to use the English version We do not think so because the nine items that were deleted is actually a concern to the public for example, offence to computer use offence to stock purchasing all those are not just a concern to the owners or the factory or business owners everybody can be part of the computer use can be part of the trading process so we have heard from business association and also we have heard from general public they are very concerned about those so we have reflected fully to the authority and they have listened to us and decided to delete the two and the other seven in the amendment so I think it is not biased towards the business sector I think it is a respond to the suggestions from the general public So what kind of经ee members so what what kind of young people so what do you say the publicien央 trade and and, you know so what are the main machen 都會擔心通過這個修例 影響他們在香港的美國人 或者營商的人 可能都會考慮檢視他們 現在和香港簽名的長期協議 你們擔不擔心這樣的影響 台灣可能都會對香港發這兩條檢視 你們又覺得通過這個修例之後 會否影響這些情況 我回答一下 首先香港這個經濟地位 就不是一個國家給我們 這個在國際性來說 我們是一個經濟的獨立體系 不是某一個人 某一個地方 就說要剔除你就剔除你 香港過去來說 我們經濟和政治都很獨立 我們在一國兩制之下 我們是發揮得很好 至於其他國家對這個條例的看法 當然他們有各自的看法 堵塞漏洞 剛才說盧偉國也都說得很清楚 但最重要的是 我們要關注到市民 和各界人士的憂慮 現在這九條剔除了出來之後 確實是令到大部分人的憂慮 是減少了很多 當然政府繼續要做功夫 至於你剛才提到其他 還有哪些優點 我補充一下 我補充一下我那部份的英文 我答一遍 我再答一遍 好 我補充一下 which actually has already ruled out some of the nitty-gritty or unnecessary offences which in Hong Kong may not be an offence, may not be a criminal offence or may only receive very, very minor penalties. Another suggestion is that some of the offences which involve like unlawful use of the computer as well as some other offences, you can see it involves the general public. So I think the idea to take out some of the offences is based on the fact that we do believe there is a genuine need for extradition of offenders across the border between the mainland and Hong Kong and Taiwan and Macau. But we do not want to draw into the scope that may not be as necessary and may need to be observed after the extradition ordinance being amended to be implemented for some time. In fact, we do think that the people across different jurisdictions across the border we welcome extradition of offenders who have committed very serious offences but for some of the offences which might cause unnecessary worry say for the business sector as well as maybe for the professional sectors that the government have positively responded to this concern and I think we should welcome the constructive response to many of our suggestions. We would continue to watch the development and I continue to advocate that any start, commencement of this mechanism For example, in the mainland side, we call for the mechanism to be concentrated and unified in the central level, central government level not to be delegated to different kinds of local governments and so it would have much more supervision and scrutiny and also transparency and in the Hong Kong side, I think this mechanism do need to be invoked very cautiously and we still call for more explanation of the government to introduce to the general public so that the public do receive the real message that it is for the good of the public to avoid and prevent serious offences which we don't welcome in anywhere of the world. La Dahinty 00529 A给我, please... I'll also bring up to you I'll bring up to you 國際上 是有關刑事事宜的司法的協作 是…有國際上的一半的做法 大家就…相關的司法管轄區 都會務實從事 所以我也認為 是其他的司法管轄區 對於香港政府現在建議的修訂 都是用一個冒實的眼光去看 也不要將一些不必要的政治考慮強加下去